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驻美代表萧美琴反台数职 已经跟总统蔡英文会面 上午她也跟行政院长陈建仁碰面 下午再到外交部向部长报告 在美中敏感之际突然反国 是不是有特别的任务或是另有要事 萧美琴澄清 驻外人员任满两年就能回国 这回是她主动提出的背景很单纯 至于2024是否可能和赖清德搭档参选 萧美琴说这一趟都是在处理外交事务 不便回答政治问题 真的好久不见 国阅两年驻美代表萧美琴反抵台湾 跟媒体茶叙 一身俐落白色西装 胸口还有一只彩色战猫 起侧看起来很不错 我喜欢战猫外交这个 这是我这一群的 不过政治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驻美代表突然反国述职 是否被紧急咒回 还是总统有哪些重要任务要招办 或是美国中议院议长麦卡锡 可能有访台计划 萧美琴亲自解答 任满两年 馆长是可以回国 所以实在是我主动提出 这个背景很单纯 对方办公室并没有向我们提出 他有什么具体的规划 但国内政局也正逢内阁改组 上午萧美琴抵达行政院 向新上任的隔魁成见人 报告工作状况 萧美琴驻美期间的努力 都是最令人感佩的台湾之光 加上副总统赖金德 也刚担任民进党主席 2024赖萧配传闻不断 特地选在此时反国也引发联想 这次回来都是在处理外交上 跟台美之间的公务 不太适合在这边去评论 任何的政治话题 专注台美外交工作 不过萧美琴也透露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 已经对美国社会 构成严重影响 造成一定程度的震撼 对美中之间的信任 我们台湾人每天都在面对 各种灰色地带的侵扰 相信他们现在也会有 更深一层的理解 正于会停留多久 见了谁 外交不跟萧美琴 口风都很紧 难得回国一趟 想必行程满岛 记者欢迎杨越达台报道